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501-520章 丹武双绝 第501章 秦冰什么时候回来 秦渊站起身来 分析到我们现在也不可能跟身家战斗 身家的武王众多 完全不是我们秦家能比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短秀年轻人说道 众人也是苦恼地看着秦渊 想让他给点办法 度过这个劫难 秦渊叹了口气 说道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身家要什么 我们给什么了 这怎么行 几个年轻人马上起来反对 我们秦家辛辛苦苦建立了这番基业 怎么能白白地送人呢 而且 以身家的德行 肯定不是这么容易满足的 以后身家还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们秦家 要不我们干脆带着嫡系人马离开 愿意跟我们的 我们就带上 不愿意就自己留在陈阳城 只要我们嫡系人马离开 想来身家是不会为难普通舞者 一个身穿白色长衫的舞者站起来 发表意见 秦渊皱着眉头思索着 半想才说道 就这样吧 这段时间 我对身家的作风也了解了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 还是离开为好 虽然秦家大好的基业断送 最少人还在 只要人还在 就没有过不去的看 只是 秦渊心疼道 只是明儿帮我秦家打下来的基业 就要全部送给贼子 我不甘心啊 我对不起明儿 众人听到秦渊说起 明儿 都心中期盼 秦明在秦家 是他们还不觉得 现在秦明离开 他们才知道 秦明对秦家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秦家从柳城一 各小家族 坐上柳城的大家族之位 短短时间 又成为柳城独一无二的霸主 秦家获得飞速的发展 秦明来陈阳城布局 很快就让整个陈阳城在秦家脚下呻吟 无人敢不听从命令 这是何等的威风 中间有多少困难 秦明从来都没有跟他们说过 但是 那一个个家族从世界消失 无不说着秦明背后说 经历的血雨腥风 秦明虽然没有跟他们说起过 可他们想都能够想明白 这些一手是秦明半成的 一个年轻人忍不住说到要是秦少爷在这里 肯定会有办法 是啊 不知道秦家有多少难关 都是秦少爷帮忙度过的 不止这些 还有天空中那头王极魔兽 还不是秦少爷驯服留给秦家的 这可是王极魔兽 是可以庇护我们秦家上千年的魔兽 那个家族不羡慕 自从王极魔兽被众家族知道后 他们还不是无比的听话 一些不安分子马上安分下来 这都三年了 整个陈阳城从来没有出现过乱子 也不知道秦少爷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一个个长老都议论开来 身家实在是让他们太憋屈了 让他们想起秦明来 他们的长老之位也是秦明一手半成的 秦明觉得秦家应该让年轻人做长老 让有能力的人做长老 以前那些只知道享福 不会办事的长老 大部分都退下了 还有没有退下的 也被家主分配到柳城 看护秦家主宅 所以 这里的长老才都是年轻人 单五双绝 第五百零二章 时程 少爷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屋外传来欢天喜地的呼喊声 众人一愣 秦渊连忙大声道来人 看他外面发生什么事 是 门口守卫立马去探查 很快就得到消息回来 激动道 家主 秦少爷回来了 娘回来了 秦渊站起身来 准备去找秦明 就在这时 秦明走了进来 大家都在呢 秦明看到上手的秦渊 马上行礼道 父亲 秦渊激动道回来好 回来了就好 秦明一个人出去外面 他就一直担心秦明出事 现在回来了 他一直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秦明问道 因为他看到陈阳城人心惶惶 猜测秦家出了事情 这才母亲和妹妹都没看 第一时间来到这 这 秦渊苦恼道 本来 你刚刚回来 应该先休息 可现在家族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秦明连忙倒是什么事情 让父亲这么烦恼 陈阳城也就是一偏僻的城池 要资源没资源 要临时没临时 比严城和大夏城那种级别的城池落后多了 这种城池会有什么麻烦 少爷 是石城身家 他们家族看上我们秦家了 想要秦家归附在他之下 一个青年义愤填膺地站起来说道 石城身家 秦明低着头沉思了一下 想起来这身家了 石城是陈阳城千里之外的一座城池 应该有两 各家族把控着石城 其中就有身家 根据暗影的情报 这身家嚣张跋扈 经常抢夺武者的财产 身家也确实有着实力 身家有十三个武王 石城方圆五千里 就身家最强大 长时间的最强 让身家上下都变得目中无人 秦明以前得到情报时 还仔细分析过 所以才这么清楚 身家怎么会看上我秦家的 陈阳城和石城说近不近 说远不远 身家怎么会找上我们 秦明疑惑道 身穿白色长衫的长老 站起来说道 少爷 这个事 我有详细调查 身家三公子身爸来 陈阳城游玩 听到陈阳城的居民说 秦家有一头王级魔兽 身爸就对我们秦家的王级魔兽 产生了兴趣 想要见识一番 当时 身爸身边还带着几个武林保镖 直接就踹门到我们秦家 当时身爸保镖 用气势把秦家押服 没有办法 在身爸等人的压迫下 我们不得不召唤王级魔兽 看看王级魔兽 应该没有问题 哪怕用的手段有些不合适 也不应该让整个陈阳城 都陷入恐慌中 秦明疑惑道 如果只是看看王级魔兽 绝对不会让陈阳城恐慌 而且 身家带来的人 也只是武林 王级魔兽想杀了他们 很容易 想来 父亲应该不会用王级魔兽乱杀人 了不起教训一番 身家不会因为教训了一番 他们三少爷 就要让整个秦家 都归附在他之下吧 这种事情 最多赔礼道歉 怎么会闹出这么大事呢 耽误双绝 第503章 霸道的身家 接下来 身霸看到王级魔兽后 立马对我们秦家赔礼道歉 态度非常诚恳 穿白色长衫的长老说道 秦明点了点头 身霸要是见了王级魔兽 还嚣张 估计就是脑子有病了 谁都怕死 想来身霸也应该是一样 他见到王级魔兽 要是还敢嚣张 立马就可以教他做人 可是 白色长衫长老摇头道 如果这件事就这里了 那么也不会造成全城恐慌 在得知我们秦家 有一头王级魔兽的事实后 就有很多陌生的舞者 出现在陈阳城内 秦少爷也应该知道 整个陈阳城 都是秦家的底盘 只要有陌生舞者 进入陈阳城 立马就被监视 再连续杀了好多探子 身家 在得不到我们具体的实力时 开始了试探 秦明点了点头 以身家的霸道 见到王级魔兽 起贪念也是正常 可王级魔兽 驯服之后 是不可能转交的 身家怎么还对王级魔兽 起贪心 白衣常山长老继续说道 因为我们对陈阳城掌控的水泄不通 身家根本没有办法探听到消息 于是 身家派遣的舞者越来越厉害 甚至派遣了武林强者 我们秦家没有武林 顿时有两位秦家人被掳去 身家也就知道 我们王级魔兽是怎么来的 也知道了 少爷您离开了秦家 那两位秦家子弟 没事吧 秦明关心问道 没事 白衣常山长老摇了摇头 说道 在得到王级魔兽的具体情报之后 我们以为 身家会放弃 毕竟 王级魔兽驯服之后 是不能转让的 谁知道 身家直接派人前来 想要让我们秦家 成为他们的附属家族 我们当然不同意 就这样 身家派来的人 负气离开 后来 整个陈阳城流言四起 都说 身家想要把整个陈阳城屠杀了 让整个陈阳城 给我们施压 真是无耻 秦明奋凯道 我说怎么在大街上 有很多陈阳城居民 对我们秦家谩骂 原来如此 这些人打不过身家 就觉得是我们秦家害了他们 一个短袖长老站起来气愤道 就是 这些人真不知好歹 我们秦家这些年来 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们 现在身家随便一危险 这些人就跑来秦家当说客 想要我们秦家 成为身家的附属 让他们免去灾难 秦明没有说什么 他也知道 这些普通人 听说身家 要屠城之后 肯定非常恐慌 秦明恼火的是 他们恐慌也就算了 还把这一切都算在秦家头上 是身家威胁他们 又不是秦家说要屠城 不敢对身家有怨言 倒是对秦家出言不逊 不就是觉得 秦家好欺负吗 秦明也没有想到 本来是想让王级魔兽待在秦家 好对秦家有一个保障 现在居然有不开眼的过来抢劫 让秦家平白无故的多了场祸事 也是秦明自己没有想清楚 一头王级魔兽 对他来说 根本没什么 而且 王级魔兽是没法转让的 别人根本夺不走 这才是秦明放心的原因 单武双绝 第504章 交流吧 秦明在大殿中夺步 想着怎么解决这件事 他现在是武皇 还不想让人知道 所以 不能他直接出手 其实 这件事情倒是好解决 最关键的是 不能什么事情都让自己出手 现在 他马上就要出大夏王朝去找决心了 不可能一直护着秦家 要是让人知道 秦家有武皇 肯定会有很多舞者对秦家好奇 秦明要是在秦家 倒是什么都不怕 可惜 秦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也不可能一直待着秦家不离开 所以 秦明想要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让秦家没有后患 他也好离开 想来想去 增加秦家的实力 才是正途 而要增加秦家的实力 一个方法 就是让秦家服用完美丹药 现在秦明有武皇的实力 整个前大陆 能够危险 他的人也不多了 无品以下的完美丹药 倒是可以敞开了供应 市面上虽然完美丹药很少 可无品之下的丹药 还是偶尔能看到的 最关键的是 无品丹药 只是武灵使用的丹药 而有武尊的大势力 根本就不会观众武灵的事情 所以 只要不大量出现无品完美丹药 就不会有危险 第二个方法 是让秦家子弟生活在灵气充沛的地方 上古时代 为什么武者普遍要比现在强 不是因为那时的人天赋高 而是他们生活的时代 灵气更加充裕 只要建筑一个灵气充裕的地方 最少能够 增加武成的修炼速度 别小看这武成 武者的修炼一成 都能够跟其他人拉开差距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成的差距 就决定了这武者以后 能不能成为武皇 年纪越小 晋级就越轻松 年老的武者 几乎就没有晋级的可能 本来秦明打算过段时间之后 改造化与宗 现在看来 应该先改造化与宗 再去找决心报仇 当初来秦家的 是申家三少爷申霸 秦明问道 白衣常山长老疑惑到对 是申霸 不知道秦少爷为什么问起这个 秦明点了点头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父亲 各位长老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你们先不要管 秦明 申家可是有十几个武王 你不要逞强 秦渊担忧着说道 放心父亲 我会量力而行 秦明笑道 而且 我也不会跟申家硬拼 他们可是有十几个武王 要是铁了心 更秦家作对 还真不好办 我们现在先服软 父亲可以说 同意归父 只不过 现在家族有很多人对归父有意见 你需要时间来安抚 总之一句话 能拖就拖 也许这事情有转机呢 秦渊说道 这样行吗 就算拖我们秦家 也拖不了多长时间 这件事情还是要解决的 要是真没有办法 我们就隐居算了 只要你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 我们秦家就有希望 放心父亲 这件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再说秦家这么大的家族 怎么可能说隐居就隐居 秦明安慰着父亲 同时也安慰着众长老 单五双绝 第505章 再见妹妹 秦渊点点头 有些想问问秦明具体打算怎么办 又怕秦明不想说 现在儿子长大了 有很多隐秘的能力 一直都不告诉他 这个做父亲的 他自己又没本事 问多了 反而不好 好了 你们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秦明随意地摆了摆手 说道 我刚刚回来 先去见见母亲 你们继续聊 记住 身家的事 交给我就行 说完 秦明就离开了大厅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在这里开会 为的就是身家的事 现在秦明叫他们 别管身家的事了 他们还开辟的会 秦少爷对身家好像不太在意 是不是不太清楚身家的实力 身家可不是以前 陈阳城张家能比的 他们的实力 简直是一个天 一个地 秦少爷是不是太大意了点 一个长发长老轻声道 秦明做事 一直都出乎意料 可是这次身家的实力 实在是太强了 强到他们绝望 秦家连一个武林都没有 还是秦明收服的一头王级魔兽 在守护着秦家 要是没有那头王级魔兽 估计现在秦家已经被身家灭了 怎么可能还会更秦家讲条件 长发长老旁边 一个身穿壮硕的长老 猛地一拍桌子 怒道 秦少爷是你能质疑的吗 不是已经把身家的实力 告诉秦少爷了吗 他有什么不知道的 既然秦少爷有把握对付身家 我们就应该放下心来 你瞎比比了这么长时间 有个屁用 有本事 你去对付身家 我 这不是怕秦少爷年轻冲动吗 没别的意思 长发长老耸拉着脑袋 说道 好了 秦渊制止道 这件事就先这样放着 明儿不是喜欢说大话的人 既然他说身家他对付 那么我们只管照他的办就行 现在最坏又能坏到哪样 了不起隐姓埋名 是 众人转念一想 也是这个道理 现在事情已经坏到这程度了 再坏也只是隐姓埋名而已 秦明刚刚出大殿 一个少女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哥 哥 你回来了 少女身穿火红色长衫 有着长长的头发 最闪眼的是两双大大的眼睛 秦明伸手摸了摸少女的头 说道不错 长高了 讨厌 你就知道摸我的头 人家现在都是大姑娘了 少女虽然嘴上说着讨厌 笑开花的脸 却出卖了她的心情 秦明宠爱地说到现在便漂亮了 哥哥都有点认不出你来 可不是吗 三年过去 秦秦个头猛涨了一劫 又把头发留长 竟显青春风采 看着面前的妹妹 秦明心中有些感叹 前世全家被杀 妹妹也是倒在的血泊中 连尸骨都不知在哪 而现在 青春可爱的妹妹在自己面前 一万多年的孤独 犹如昨日 我发誓 这辈子一定要守护好你们的一切 守护好这份美好 谁也不能从我手中夺取 五尊不行 五圣不行 就算是五帝 也不可能已 我一定要成为世间最强 秦明心中暗暗发誓 丹五双绝 第506章 深蓝红翠 同时 秦明也想起了神秘的蝎子势力 这一直是她的心头病 其心中消失不见 让她没有任何线索 蝎子势力就像是一团烟雾 秦明看得见她 可就是摸不到 这烟雾还是有毒的 稍不注意 秦家就有可能全足被灭 哥哥 你在想什么呢 秦秦看到秦明发呆 不由问道 没 秦明回过神来 说道 没有想什么 只是突然看到你长这么大 有些感叹时间过得快 再过两年 妹妹就可以嫁人了 秦秦听到嫁人两个字 脸一红 说道我才不要嫁人 我就赖在秦家了 我吃的又不多 秦家又不是养不活我 还说我呢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欧阳小小经常过来 一看就知道对你有意思 秦秦眼珠子转了转 说道 秦明一愣欧阳小小 他来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肯定是来找你 秦秦摆手道 表面上是来找我玩 却是常常问起你来 明面上是加强两家关系 其实还不是喜欢上你了 想要见见你 秦明摇了摇头 他现在还没有这心思 欧阳小小人是挺漂亮的 可秦明对他完全没有感觉 更多的是 把他当成一个小妹妹 对了 哥 你这次回来 有没有给我带礼物 秦秦期待地 看着秦明 两眼放光 秦明婉然一笑 他还以为妹妹彻底变了 没有想到 还是惦记着礼物 有 当然给你准备礼物了 秦明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个水晶状宝石 递给妹 妹 这叫深蓝红翠 是一种夜晚会发光的宝物 秦秦接过宝物 放在手心 说道好漂亮 就是小了点 深蓝红翠 只有小半个拳头大小 晴晴鲜小也正常 这宝物没有这么简单 秦明看妹妹不太在意 笑道 夜晚发光的珠宝有很多 哥哥为什么不送那种珠宝给你 专门找这种宝物给你呢 这是因为 这种宝物不但夜晚会发光 还会根据时间的不同 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而且 每到满月时 它会发出五种光芒 最神奇的是 它在水中所发出的光芒 和空中发出的光芒 完全不一样 这么神奇 秦秦惊叹道 这种宝物我从来没有见过 居然会发出不同的光芒 还知道满月 秦明笑道 那当然 哥哥送你的宝物 能简单吗 这宝物 你可不要轻易试人 它价值连城 要是有识货的人看到了 肯定把你这宝贝夺去 这是我的 秦秦一听到 说会有人夺他的宝物 立马把宝物放在怀中 秦明这样说 也是希望秦秦 不要轻易把宝物拿出来 这颗深蓝红翠 是秦明在秘境中 跟一个武王换的 深蓝红翠 倒不是特别洗手 但在前大路 这也是了不得的宝物 就算是在大夏王朝 这种宝物 一般都是送给身份 最珍贵的女子 深蓝红翠寓意着 品性高洁 身份贵不可言 这一颗深蓝红翠秦明 付出了百颗七品 完美丹药 丹舞双绝 第507章 他会说话 好了 我要去见母亲了 你自己去玩吧 秦明笑着说道 哪得有时间玩 秦秦把腰间的细剑一拍 说道 我要去练武呢 我迟早会成为武皇 能够青春永驻 自由自在在天空翱翔 秦明微微一愣 没有想到 他以前跟妹妹说的话 他现在还记得 你看到我 我现在都五宗五层了 很快就能到武陵 秦秦得意的挺了挺胸膛 秦明仔细的打量了一番 滋滋到不错 居然五宗五层了 看来这段时间没有偷懒 你呢 秦秦问道 你还是不是大武师 晋级到武宗没 秦明黑黑一笑 把身上的气势放出不好意思 我武陵了 什么 你都武陵了 秦秦双眼圆睁 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哪里还有刚刚的得意 你怎么修炼得这么快 滋滋 斑斓感受到秦明的气势 叫唤了一声 从秦明袖口中爬了出来 老鼠 有老鼠 秦秦看到斑斓 跳了起来 惊慌失措大叫 秦明摸了摸斑斓的脑袋 说到这只老鼠 和你以前见的老鼠不同 这是只老鼠魔兽 真的吗 秦秦凑过来 盯着斑斓仔细看了看 双眼有神 确实跟以往的老鼠不同 不过 它全身上下都是斑点 丑死了 你太丑呢 斑斓不一道 我们斑斓鼠身上的斑点越多 越高贵 不知道有多少母老鼠喜欢我呢 秦秦听到斑斓说话 吓 呗一跳 指着斑斓结结巴巴到它 它在说话 哥 你听 它刚刚说话了 我听到了 秦明好笑道 斑斓本来就会说话 你不是知道 五黄及魔兽都可以说话的吗 它是五黄魔兽 秦秦不敢置信问道 五黄魔兽真的可以说话 我还以为 这是说书人瞎变的 秦明摇了摇头说道 斑斓不是五黄魔兽 它只是有些特别而已 还有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五黄魔兽 不但可以说话 就连智力程度 都不比人差 现在的斑斓非常聪明 秦秦还是不敢置信地看着斑斓 惊叹到原来魔兽真的能说话 它是怎么办到的 你都能说话 我为什么不能 斑斓爬到秦明肩膀上 插着腰一脸傲然道 我比你聪明多了 我可以学会人类的语言 你能学会魔兽的语言吗 还真不能 秦秦听到斑斓这么说 想了一下 它还真不会说魔兽的语言 它甚至听都听不懂 怎么学 不对 魔兽有语言吗 秦秦突然问道 突然见到一直会交流的魔兽 他有些好奇 斑斓嘴角往上翘 说到魔兽怎么没语言了 你们人类都有 我们魔兽为什么不能有 好了 秦明把斑斓抓起来 放进袖子里 对着妹妹说道 黄极以上的魔兽 都有很高的智慧 以后你要是碰到黄极以上的魔兽 就把他们当人类看待 这些黄极魔兽 有些甚至比人类还狡猾 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丹武双绝 第508章 见母亲 我怎么可能会见到黄极魔兽 秦秦摆摆手 一脸不在意 我连武皇都没有见过 怎么会见到黄极魔兽呢 你不是已经见到了吗 站在你面前的正是武皇 秦明当然不会告诉妹妹 他已经有武皇的实力 那 给你几颗丹药 你现在服用了吧 秦明拿出三颗丹药 递给秦秦 秦秦欢喜递结果 疑惑问道 这都是什么丹药 你吃就对了 还怕哥哥害你不成 秦明说道 把丹药放在嘴里 秦秦笑道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修炼的丹药 根本不需要别的修炼丹药了 而且 你也别光顾着我 有好丹药 你自己先服用 只有你强了 我们秦家未来才更强 我知道 秦明摆手说道 这些丹药 我都服用过了 这其中有一颗丹药 是增加体质的 另外两颗对身体 已有益处 唯一的缺点就是 有点疼 好疼 哥你给我吃的是什么 秦秦忍不住大声叫喊道 秦明关心地看着妹妹 说道 忍着点 一会就好 这颗丹药 对你身体有很大帮助 秦明刚刚给的丹药 一颗是增加体质的一丹 秦明还没有跟他定名字 后来又炼制出来几颗 就想到了妹妹 虽然有点疼 可为了增加实力 这点疼算什么 还有两颗 分别是七品的增寿丹 和八品助颜丹 完美品质的七品增寿丹 可以增加百年寿命 而完美品质的八品助颜丹 已经可以永保青春了 助颜丹只有七品和八品两个品级 而秦明 炼制的是八品完美丹药 是最高等级的助颜丹 价值连成 一颗八品完美助颜丹 价值最少抵得上九品中品丹药 要不是秦明在秘境中 交换了很多灵质 他好还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炼制出来呢 舒服 秦秦突然感觉身上疼痛远去 一股舒爽传遍全身 这些是什么 秦秦看到皮肤上黏乎乎黑色污垢 嫌弃道 秦明笑道这些是你身体中的杂质 太脏了 秦秦忍不住道 我受不了了 我要去洗澡 说完 秦秦就朝着自己房间拼命跑去 秦明摇了摇头 亲眼看到妹妹把所有的丹药服用 他也就放心了 别小看八品完美丹药 要是流传到外面 肯定有大批舞者抢夺 现在还不是暴露八品完美丹药的时候 很快 秦明就来到了母亲的房间之外 母亲 秦明正要敲门 母亲带着一个丫鬟走了出来 秦母看到秦明回来 满脸关切之意 我刚刚听说你回来了 我正准备去找你 丫鬟对着秦明攻警的行李 秦少爷 你下去吧 我要和明儿好好说说话 秦母让丫鬟退下 是 丫鬟离开 秦母一把抓住秦明的胳膊 心疼到我儿在外面没有吃好吧 你看现在都瘦了 母亲 我在外面吃得很好 怎么会瘦呢 这段时间 家族让你操心了 都憔悴了 秦明看到母亲脸上隐隐的忧愁 对身家有些恨你 丹武双绝 第509章 母亲变漂亮了 三年没见母亲 秦明明显感觉 她变得有些苍老了 母亲 这段时间 你为家族操劳了 秦明拿出两颗丹药 递给秦母 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这两颗丹药 一颗是助颜丹 一颗是增寿丹 母亲年纪大了 要是没有增寿丹 修炼会很慢 秦明的目标可是武神 母亲最少也要达到武皇境界 这样 母亲才能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秦母小心地接过丹药 说到这些丹药太珍贵了 还是你服用吧 母亲已经老了 不中用了 也帮不上家族的忙 秦母不似秦情 什么都大大咧咧的 她虽然认不出这些丹药来 可从丹药的色泽 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些丹药极其珍贵 甚至超过了四品完美丹药 这种丹药 想来明儿得来肯定不简单 她更希望秦明服用这些珍贵的丹药 母亲 这些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不但现在有 以后也会有 你儿子 我已经是丹药师了 这种丹药对儿子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放心用吧 秦明马上安慰到 母亲一直都很节俭 哪怕现在秦家 已经是陈阳城最强家族 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生活着 秦明告诉母亲 自己是丹药师 也是让母亲放下担心 毕竟 丹药师是很赚钱的 特别是高阶丹师 秦明现在说自己是丹灵师 虽然不能改变母亲勤俭的品性 可多多少少让母亲不再为家族担心 我儿已经是丹灵师了 秦母面带笑容 摸了摸秦明的面颊 说道 这些日子一定吃了 很多苦吧 秦母根本不知道 这段时间秦明去哪了 秦明害怕家人担心 也没有告诉他们 秦母知道秦明已经是丹灵师 就先入为主的 以为秦明离开这段时间 是去练丹历练了 不苦 秦明呵呵一笑 抓了抓脑袋 说道 一点都不苦 现在母亲可以放心服用丹药了吧 你儿子的本事大着呢 一点丹药而已 对儿子来说 根本没什么 只要母亲能够健健康康的 比什么都强 好好 秦母笑道 明儿有本事了 现在都开始教训娘了 说着 秦母就把两颗丹药服用了 秦明给她的丹药 她连效果都懒得问 很快 秦母就感觉 身上一股暖气 从腹中升起 游走全身 她整个人都感觉充满了力量 似乎有什么枷锁被去掉 浑身舒爽 整个人一阵轻松 也充满了力气 我这是怎么了 摸了摸身上的皮肤 光滑细腻 犹如青春少女的肌肤 她感觉自己的肌肤 比得上勤勤的了 这两颗丹药 到底是什么丹药 为什么这么神奇 明儿 这是什么丹药 我感觉我变年轻了 秦母双眼放光 看着秦明 秦明一笑 说道母亲 你现在确实是变年轻了 快去照照镜子 看看 是不是回到了年轻时的样子 我真变年轻了 哪个女人不爱漂亮 秦母也不例外 她马上拉着秦明走进房间 站在镜子前 仔细地打量自己 单舞双绝 第510章 这又是什么丹药 秦母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双眼闪着星星 脸上笑容一直没有断骨 不得了 我真的变漂亮了 甚至比我年轻时更加漂亮 秦母本来就漂亮 看看秦明和秦琴就知道了 陈阳城想要迎娶秦琴的年轻俊杰 可以从城东一直排到城西 而现在秦母恢复青春 更是有祝颜丹的帮助下 整个人都散发着光泽 现在把她和秦琴放在一起 谁都会说是两姐妹 因为她们两人实在是太像了 女儿 你老实说 刚刚给我服用的丹药 到底是什么丹药 秦母开始不太在意 以为只是修炼上的丹药 哪里想到 这居然能让女人恢复青春 这种丹药 比修炼丹药都还要珍贵 她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 她可以想象 那些爱美的女人 在知道 能够让自己恢复青春 不管花多少零食 都在所不惜 女人发起风来 连自己都怕 秦明笑到没什么 只是一颗七品助颜丹而已 她不敢说这是八品丹药 丹药每高一品 效果天差地别 价值也完全不同 就如七品完美助颜丹 她的功效 只能让人保持五年 并且不可以改善皮肤 七品完美丹药 还是助颜丹 秦明张着嘴巴 惊叹不已 我刚刚吃了一颗完美七品丹药 就在刚刚 我吃了一颗完美七品丹药 她以为刚刚的丹药只是四品 四品完美丹药 虽然珍贵 可现在秦家的地位 还是可以搞到 但七品完美丹药 是什么概念 这是武皇都求之不得的丹药 你怎么把这么珍贵的丹药给我吃呢 要是卖出去 能换多少零食 对家族有多大帮助 秦母着急说道 秦明安慰母亲道 再多零食 也换不回母亲的青春 零食而已 儿子现在是丹临师 零食根本不缺 零食这东西 只要够用就行 它又不能直接转变成实例 儿子又是炼丹师 而且是出色的炼丹师 我自己需要的丹药 我自己就能够炼制 要那么多零食干嘛 秦母感动不已 那个人嫌自己零食多 秦明正明显是在安慰自己 这颗助颜丹具体 功效是什么 秦母对助颜丹非常好奇 这么神奇的丹药 简直是专门为女人发明的 她多希望自己能够永保青春 可她也知道 想要一颗丹药 就永保青春 她想都不敢想 秦明看着母亲眼中的期望 很想告诉母亲 这颗丹药 其实能够永保青春 可永保青春的助颜丹 必须得是完美八品丹药 秦明害怕告诉母亲后 会让别人知道 助颜丹的事实 七品助颜丹虽然珍贵 可和八品完美助颜丹比起来 那是一个天一个地 母亲 你服用的是七品完美助颜丹 能保青春五年 这五年来 您的样子会一直这样好看 秦明淡淡地说道 五年之后再告诉母亲事实 相信母亲还会欢喜 秦母心中忍不住有些失望 不过她也知道 永保青春的丹药 就算是有 也是极其珍贵 得到能保持五年青春的丹药 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 秦母笑到五年青春 已经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我现在感觉很好 秦明点了点头 这丹药给了母亲一颗 给了妹妹一颗 现在估计妹妹还不知道 已经服用过助颜丹了 妹妹现在本来就是最漂亮的时候 完美级别的助颜丹 只能把妹妹的皮肤变得更光滑 容颜不会衰老 需要时间才能看出来 那刚刚还有一颗丹药呢 秦母想起刚刚服用了两颗丹药 一颗是七品助颜丹 另外一颗想来也非常珍贵 为什么她没有感觉呢 秦明笑了笑说到 另外一颗丹药是六品丹药 它是增寿丹 增寿丹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丹药 是一种新丹药吗 有什么作用 秦明询问道 秦明看着母亲的眼睛 说到增寿丹 顾名思义 就是增加寿命的丹药 这颗丹药 是六品完美丹药 可以增加二十年寿命 没敢说实话 要是告诉母亲 这颗丹药 是七品完美丹药 可以增加百年寿命 估计母亲又会舍不得 这也是她不告诉母亲 这两种丹药的效果 先让她服用的原因 要是母亲知道 这两种丹药的效果 说什么都不会服用 和母亲相处这么长时间 对母亲的性格 秦明非常清楚 丹五双绝 第五百一十一章 父亲也有 二十年寿命 可以换什么 可以换海量的灵石 可以换天大的权力 可以换几座 甚至几十座 陈阳城 秦母作为秦家的主母 当然知道 这种丹药的价值 儿子 这丹药太珍贵了 你不该给母亲服用的 虽然这是六品丹药 没有到高阶七品丹药 可这是增加寿命的丹药 不能以丹药的品阶来定 这种丹药 有时候比七品完美丹药 比八品完美丹药 都要珍贵 给母亲服用太浪费了 秦母责怪道 这颗丹药在价值上 甚至超过了助言丹 一颗完美六品增寿丹 甚至可以招揽年老的武皇 为家族十年 可以让武皇效命的丹药 价值不可估量 秦明白首道 母亲 我作为炼丹师 当然知道 这种丹药的珍贵 可在珍贵的丹药 哪里比得上 母亲的健健康康 只要母亲好好地活着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才更加有动力 别说这只是完美六品 增寿丹了 哪怕是完美七品增寿丹 甚至是八品 九品 我都毫不犹豫地 给母亲服用 秦母一听这话 眼泪刷的一声掉了下来 娘 我的好娘 母亲你怎么哭了 看到母亲突然哭泣 秦明顿时慌了神 她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哭泣 哪怕是家族遇到再大的危机 母亲都没有哭泣过 前世 秦家全家被杀 母亲拼命地掩护自己离开 都没有哭泣过 半想 在秦明的安稳下 秦母终于停止了哭泣 明 而 你把这么珍贵的丹药给了母亲 那么父亲呢 这颗增寿丹 父亲比母亲更加需要 你不应该给我服用的 应该给你父亲 他这几年 一直在为家族操拢 特别是身家这件事 父亲都快愁出白头发了 秦明又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颗丹药 说道 母亲你就放心吧 不但是你 父亲我也准备了 要不是这种丹药 只能服用一次 第二次就没有效果 我肯定多找些回来 秦母接过秦明递过来的丹药 连道 女儿 你不要再为父亲和母亲 做什么事了 这些丹药 一定很难得到吧 母亲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就行 不希望你冒多大风险 秦父一直跟秦母嘱托 千万不要问秦明的秘密 问秦明的秘密 不但帮不了秦明 只是白白让秦明分心 真要能够告诉 秦明会自己把事情告诉他俩的 为了秦明 秦父和秦母 无微不至 放心吧 母亲 我一直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我才不会冒险 秦明大大咧咧说道 这倒是真话 炼制这些丹药的灵质 都是别的舞者 冒着生命危险 从秘境中得到的 而他只是付出了些许时间 把他们炼制成丹药而已 那我就放心了 秦母把丹药放好 说道 明儿 你现在肯定饿了 我给你去做饭 好啊 秦明高兴道 母亲 这三年来我都没吃母亲做的饭 不知道又多想念 秦母不打听丹药的来历 让秦明松了一口气 他不想骗母亲 又不能让母亲担心 实在不知道撒什么谎 丹五双绝 第512章 残废 华宇宗宗内 整个宗门都沸腾着 秦明刚刚回来 华宇宗的弟子们 就得到消息了 毕竟 暗影总部就在陈阳城 而陈阳城又有秦家在 秦明一直对秦家 都是着重保护 所以 陈阳城重要地方 都有暗影的探子 而陈阳城的秦家尤其重要 秦明刚刚回到秦家 马上就有消息传到华宇宗 宗主总算回来了 以前有宗主在宗门还不觉得 等宗主离开后才明白 宗主在宗门内 就是定海神针插在那 心里他是急了 一个华宇宗女弟子说道 旁边身穿短袖的男弟子 一边扫着地 一边达到可不是吗 宗主在宗门内 我练剑都有急情线 不知道宗主这次回来 会在宗门待多长时间 女弟子说道 整个宗门都在议论纷纷 绝无牙站在高台之上 看着弟子们忙碌的样子 欣慰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自己经常待在宗门之内 可在弟子心目中 还是没有秦明亲 秦明在他们最黑暗 最痛苦时 把他们拯救出来 又让他们亲手报了仇 秦明既是他们的宗主 又是他们的父亲 在他们心中 秦明一直扮演着父亲的形象 秦明年纪不大 怎么什么事都懂 绝无牙心中想着 他和秦明相处起来 不知不觉 就把自己当成了晚辈 其实他年龄比秦明大多了 可是秦明就像是一个博学的长者 不但教导他修炼 对人情世故 也看得非常透彻 要是没有那一副年轻的容貌 又是秦家的少爷 身世来历都非常清楚 他都怀疑 秦明是一个老妖怪变的 啾啾就在这时 旁边的追云龙传来欢呼声 是秦明到了吗 绝无牙望向天边 没有看到秦明的影子 这魔兽是秦明亲自驯服的 对秦明非常亲近 应该只有秦明回来 才会发出这么欢快的叫声才对 为什么还没有看到秦明呢 绝无牙能想到 底下的弟子也是猜出来 秦宗主应该是回来了 顿时一个个把脖子伸长 看着天边当然也没有看到任何魔兽的影子 很快 一个人影从天空飞来 绝无牙看到人影没有其魔兽 而是自己在天空飞 心中一惊 这不会是哪个武皇 过来攻打他们话语宗吧 不过 等到看清楚人影 绝无牙放下心来 绝无牙 好久不见 秦明搜的一声 就出现在绝无牙身旁 笑道 绝无牙整个人都像是傻了你 你晋级武皇了 当然 要不然我怎么会飞 你难道不知道 只有武皇之上的舞者才能飞翔 秦明理所当然道 嗨嗨 绝无牙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秦明修炼的功法 他是知道的 这种每个境界都要修十遍 修炼速度照理来说 应该比他慢十倍才对 可是呢 现在他才武王 而秦明已经是武皇了 他晋级武王 本来想要在秦明面前得意一番的 没有想到 秦明已经是武皇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他从小就被人称之为天才 可和秦明比起来 他这个天才 可以去喂狗了 这几年 他可是日夜练功 而且服用的都是完美丹药 这才刚刚成为武王 弟子们 我回来了 秦明转过身来 看着底下忙碌的弟子 大声喊道 欢迎宗主回家 众人齐声叫喊 心情都非常激动 秦明挥了挥手 跟弟子打了个招呼 继续对着绝无牙 问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宗门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宗门非常平静 绝无牙想了想说道 自从上次有几个弟子 在历练中出事后 他们自己都非常小心 一直到现在 除了两个弟子重伤残废外 没有任何人死亡 武者之路充满艰辛 这么长时间 只有两个弟子残废 已经是很好的了 他们走上武者的道路 秦明也知道 他们受伤 死亡必不可少 他只能为弟子们 准备尽量多的丹药 最好的功法 其他的帮不了他们太多 哪怕是那些大家族子弟 比如严城的那些家族 时不时的 还是有嫡系子弟死亡 他们一个家族 保护几个嫡系 都时不时的出事 弱大的宗门 两百多个弟子 他怎么保护得过来 就算是杨家的老祖宗 贵为五尊强者 一不小心 还不照样受伤 所以 现在让他们受伤 让他们知道 武道艰辛 也是有好处的 残废的弟子呢 秦明问道 走我们 先去看看他们 绝无牙点头 他们在看守仓库 在这边 说完 绝无牙就带头 往仓库方向而去 他也赞成 秦明一回来 就先看两个残废弟子 这两个弟子 对宗门忠心耿耿 而因为怕影响宗门形象 一直躲在宗门后面 他也希望 秦明能够鼓励鼓励他们 让他们打起精神 别再这么突飞下去了 丹武双绝 第513章 断续丹 话语宗仓库 这里存放着 话语宗大量的生活物资 当然 除了这些 重要的功法和丹药 也存放在这里 所以 这里一直有人看守 而现在 看守仓库的 正是两个在历练中 残废了的 话语宗弟子 秦明和绝无牙 来到仓库 两人 正尽忠职守地 站在仓库门口 宗主 长老 两人看到秦明过来 眼睛一亮 脸上掩饰不住的喜色 秦明倒在这里还习惯吗 仓库本来是轮流派弟子看守 现在这两个弟子已经把看守仓库的任务承包下来 一是他们残废了 想要为宗门做些事情 可其他的事 都需要手脚健全 而他们两人 一人断了只胳膊 武道之路算是废了 也就只能帮宗门守仓库 可以想象 这段时间 他们是多么的心灰意冷 那个舞者不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武皇 翱翔在自由的天空中 他们的未来将是 看着一个个师兄师妹们 一路高歌 成为武林 武王 甚至是武皇 而他们却因为寿命的原因 早早地就化为枯骨 习惯 强忍着泪水 两位弟子拱手道 秦明走到他们面前 拍了拍两人的肩膀振作一点 只不过是断了一只胳膊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两个弟子再也忍不住 泪水哗啦啦地就流了下来 他们也不想突飞 也不想放弃武道之路 可武道修炼非常艰辛 而断了一只胳膊后 想要继续行走在武道之路上 比普通武者要多花费一倍的资源和精力 宗门总共有两百多位弟子 这些弟子都非常节省资源 虽然秦明几乎是无穷无尽 不限量地给他们完美丹药 可他们也知道 完美丹药在宗门之外 一丹难求 以前他们用完美丹药修炼也就算了 现在他们都已经残废 修炼难度比别的弟子难一倍 他们实在不好意思继续使用丹药 浪费宗门的资源 像他们这种被废了的舞者 还使用珍贵的资源 就算宗门其他弟子不会说什么 他们自己心里也会过不去 这也是他们一直突飞的原因 现在武道之路不是不能走 只是要花费的丹药实在太多 不值得 两个大男人 哭什么哭 秦明本来想要安慰一番 想让他们打起精神来 结果他们两人却是自己哭起来了 你们只是残废而已 又不是不能治 秦明不再犹豫 直接说道 两弟子立马止住了哭声 不敢置信地看着秦明 问到宗主 残废了 还能治疗 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言论 当然 又没死 只是胳膊断了而已 难道胳膊断了还不能长出来 秦明理所当然说道 胳膊断了可以长出来 两个弟子面面相去 脸上透着震惊和喜色 秦明笑了笑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两颗丹药 递了过去 这两颗丹药 就可以让你们胳膊长出来 你们服用了吧 这颗丹药叫断续丹 是七品丹药 丹五双绝 第五百一十四章 零值多吗 普通的七品断续丹 只能长出手指 或者脚趾 也只有完美的断续丹 才能长出整个手臂 绝无牙在旁边 看着秦明拿出的丹药 心中激动 宗主 我们不值得服用 这么贵重的丹药 虽然两人很想接过丹药 但是想到丹药的价值 只住了手 他们虽然 看不出丹药的品级 可能够让断织 重新长出来的丹药 价值会低吗 这世界上 有多少武皇强者 因为战斗的原因 而导致残废 那种级别的舞者 也没有听说过 断掉胳膊再长出来 这么珍贵的丹药 也许可以用来换取 一位武皇的孝明 他们何得何能服用 这种级别的丹药 秦明摇了摇头 大声道让你们服用 就只管服用 你们难道连我这个 做宗主的话 都不听了 不敢 两人连忙把丹药接过来 既然宗主都这样说了 不管丹药有多珍贵 也不能跟宗主的面子比 现在他们要是不服用丹药 就是不给宗主面子 他们怎么可能 违背秦明的命令呢 两人服用丹药 很快就感觉到 一股奇痒无比的感觉 在伤口处出现 忍不住的 就想要伸手去抓 秦明看到他们抓伤口 就知道 药效已经开始发作了 笑道 你们明天就能看到 完整的手臂长出 长出手臂 需要消耗很多能量 你们还是趁现在 多吃点食物吧 现在你们手臂的问题 我已经跟你解决了 你们手臂好了之后 可要好好修炼 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我想 信 经历过这件事之后 你们武道上的心境 一定更上一个台阶 这次的突费经历 不得不说 应该会让他们两人 焕发新生 最少在心境这块 足够支撑他们到 武王之境 当然 也有可能他们两人 就这样废了 哪怕把他们胳膊弄好 也还是这样突费 可这种可能性极其小 秦明相信他们两个 是 两人激动地答道 眼中闪烁着火花 秦明笑了笑 带着绝无牙 朝着修炼室走去 秦明专门的修炼室内 虽然他三年没有回来 修炼室还是一尘不染 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 想来这里一直有人打扫 秦明 这种丹药好练着吗 刚刚进修炼室 绝无牙就火急火了地问道 秦明好笑地点了点头 说到对我来说什么等级的丹药都一样 没有什么好不好炼制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炼制这种丹药的灵质好找吗 绝无牙解释道 他当然知道秦明的炼丹实力 他对秦明是丹神这身份 早就不再怀疑了 他不相信有人能够在炼丹实力上 超过秦明 他不是丹神 谁是丹神 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要是炼制这种丹药的灵质难以找到 那么每一颗丹药都异常珍贵 秦明笑道 原来你问的是这个意思 炼制这种丹药的灵质都只是七品灵质 珍贵程度一般般也不是多么难找 他在秘境中交换了很多灵质 炼制断续丹的灵质 他有很多 丹五双绝 第五百一十五章 不能卖 那就好 那就好 绝无牙说道 能不能也给我两颗 怎么了 你受伤了吗 这种丹药 只对断肢起作用 并不能治疗伤势 我以前不是给你治疗伤势的丹药了吗 秦明上上下下 大量了一番绝无牙 没有看到他哪里受伤 不但没有受伤 实力反而是突破了五王镜 好的不能再好 绝无牙摇了摇头 说道 我没有受伤 我只是 在位以后准备 你也知道 练武经常受伤 特别是他们已经到五宗 需要常常外出历练 历练中 免不了断胳膊 断腿 我想为他们准备些 这样啊 秦明恍然大悟道 放心 我肯定给宗门准备 就算你没有提出来 我也会留些丹药在宗门内 绝无牙问道 那么这种灵质好找吗 要是好找 你写个清单给我 我去外面搜寻 看来 现在暗影发展得很好 秦明笑呵呵道 可不是吗 连七品灵质都可以搜寻到 实力完全不是以前能够比的 那当然 绝无牙拍了拍胸膛 自豪道 也不看看是谁在管理暗影 怎么可能发展得不快 不是杨宛如吗 秦明直接揭穿道 绝无牙无言 这还能不能好好地说话 干咳了两声 绝无牙转移话题道 就算你现在手上有灵质 也总有用完的一天 这种丹药 宗门不嫌多 当然是越多越好 哪怕用不完 也可以用来交易 这种丹药 有出现在市面上吗 秦明突然问道 绝无牙深深地思索了一番 说道没有 最少严城和大夏王朝都城绝对没有 瞬间他就明白秦明的意思了 这种丹药 对整个大陆来说 一定是一种冲击 虽然它只是七品完美丹药 可这种功能 比很多八品完美丹药 都要价值高 就拿那些已经残废了的武皇来说 这颗丹药 就像是第二条生命 用什么都愿意交换 因为没有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交易 不管我们隐藏的多么岩石 只要这种丹药 出现在市面上 我们迟早会被武者挖出来 到时候 以我们宗门的实力 绝对保护不了丹药 而且还会因为丹药 而带来很多灾难 搞不好整个宗门 都会因为这种丹药而负面 秦明郑重说道 这也是他们宗门 一直没有扩大的原因 他有太多的秘密了 这两百多弟子 非常忠心 秦明也只敢在他们面前 揭露些许秘密 而其他人 哪怕是已经是话语宗外门弟子 为了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他都不敢把他们收进宗门 这是我的疏忽 第一次见到这种丹药 心情太激动了 晚了这种丹药带来的影响 绝无牙承认自己错误 他心中现在还隐隐有些害怕 要是秦明没有阻拦 这丹药被其他人知道 他就成了宗门的罪人 哪怕是死 也无法弥补这个过失 还好 秦明及时地看到了隐藏的风险 让宗门没有出现很大的危机 耽误双绝 第五百一十六章 我能建造 同时 绝无牙在心中暗暗警醒自己 是我这段时间过得太安逸了 没有了一个舞者应该有的警惕 这一瞬间 绝无牙已经把自己的得意 抛在了脑后 灵直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来解决 秦明笑道 嗯 绝无牙纳闷了 现在秦明又不在阎城 他怎么买到灵直 似乎看出了绝无牙的疑惑 秦明说道 我打算好好改造化语宗 让化语宗成为一个修炼圣地 改造化语宗 绝无牙更加搞不懂秦明在说什么 化语宗灵气充足 比陈阳城的灵气都要充裕 化语境也很优雅 应该没什么需要改造的吧 化语宗被沼泽包围 有大量的毒虫 也只有秦明留下来的丹药 才能安全地通过 常年没有人来山谷 山谷中坏景清幽 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所以绝无牙才觉得 这里根本不用改造 秦明知道绝无牙根本不懂 毕竟 他现在才是武王 而且是刚刚才晋升的武王 秘境的是 一般只有武皇才能清楚他的奥秘 而且 秘境也不是随便的武皇都能建立的 他太消耗资源了 而现在 秦明在上古秘境中得到了大量的资源 刚好他以前也亲自建造过秘境 知道应该怎么办 秦明摆了摆手说道 你应该去过秘境了 就算没有去过 也应该听说了吧 当然 绝无牙笑道 今年我还探索过一个秘境 虽然没有上古秘境珍贵 可得到了些宝物 秦明 点了点头 秘境在以前根本不是什么稀奇的 那个时候 整个大陆上有很多灵石和解灵液 所以 以前的武皇 基本上人手 一个秘境 当然 大部分秘境 随着武皇死去 而坍塌了 只有少量富有的秘境 天地之力丰富 才保存至今 你应该知道 这些秘境 都是一个个武皇 或者武皇之上的武者建立的 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当然 绝无牙有暗影组织的情报 秘境的是很熟悉 我要建立秘境了 秦明直接开口道 绝无牙一愣你要建立秘境 秘境的花费 资源我已经筹齐了 现在只要建造就行 秦明摆了摆手 直接说道 秘境的建立 最重要的 就是天地之力 和各种资源 现在秦明是武皇 虽然天地之力稀少 只能建立一个小秘境 可也不妨碍 他先改良土地 改良坏境 慢慢地把秘境建立起来 绝无牙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 没有想到 有一天秦明 居然已经开始建立秘境了 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秘境 代表什么 代表着抵御 可以用秘境来培养人才 可以用秘境来培养资源 有资源又有人才 不管是那个宗门 还是家族 都会有大的发展 这次在上古秘境中 得到很多好东西吗 绝无牙看着秦明 问道 秦明刚刚从上古秘境回来 就说已经凑足了建造秘境的资源 可以想象 秦明在上古秘境中 得到了多少宝物 丹武双绝 第517章 加入丹药联盟 秦明笑了笑 也没有隐瞒 把在上古秘境中的经历 跟绝无牙简单地介绍了一番 这么说 你把整个秘境洗劫了 绝无牙听到秦明的描述后 惊喜到 秦明笑容将在脸上 什么叫把秘境洗劫了 我只是破坏了一个峡谷 找到些解灵液 又跟那些大势力 交易了点极品零食而已 怎么叫洗劫了秘境呢 绝无牙心中想骂娘 说得轻巧 是一点吗 在秦明中做生意 以秦明的个性 会只是交易一点丹药而已 以他对完美丹药的了解 那些舞者 估计恨不得把裤子 都脱给秦明 怎么可能只交易一点宝物 当然 秦明得到的宝物越多 话语宗也越强 虽然表面上吐槽 其实 心中对话语宗以后的发展 充满了期待 有一个秘境 对话语宗无比的重要 可以说 有一个秘境之称 话语宗 迟早会成为顶级的宗门 至于以后能够走多远 就不是看资源的事了 而是看话语宗的弟子 争不争气 什么时候开始建造 绝无牙问道 秦明 把自己和决心在秘境中发生的是 说了一番 我打算解决决心的事之后 就开始建造秘境的前期工作 秘境的前期工作 只需要改良土壤就行 至于让秘境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 五尊之前 秦明都不打算做 虽然现在成为 让秘境成为独立的空间 也不是不行 只是太耗费天地 知力了 以秦明现在武皇的实力 想要积累到他满意的程度 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还好 秘境不在独立空间之中 根本不影响他的能力 只是 一天没有让他成为独立的空间 一天就不安全 为什么那些秘境都是独立的空间 那是因为安全问题 独立空间的秘境 只有主人或者主人授权的武者才能控制 其他人就算进入到秘境中 也会受到天地之力的排斥 并且 在秘境中战斗 秘境主人得到天地之力的加持 可以越级挑战 所以 大部分的秘境都是独立空间 而那些没有独立空间的秘境 估计已经被人找到 并且把谢灵液和极品灵石搜刮完了 秘境也就不存在了 其实严格说来 只有独立空间的秘境 才能叫秘境 决心却是有些麻烦 那种情况 你放弃是对的 绝无牙点了点头 不过 现在想要杀决心 还真有点麻烦 怎么了 秦明微微一愣 他以为 自己成为武皇 杀决心应该是手到擎来才对 怎么会麻烦呢 绝无牙想了想 说到我们暗影 一直都有收集大夏王朝的都城情报 其中决心是我们重点关注目标 他现在已经加入丹药联盟了 想要杀他 必须要过丹药联盟这一关 加入丹药联盟了 他是什么职位 秦明问道 既然绝无牙说杀决心麻烦 那么决心不可能是丹药联盟的一个普通成员 要仅仅只是一个普通成员 秦明想要杀他 还是易如反掌 丹五双绝 第五百一十八章 棘手 执事 丹药联盟总部执事 绝无牙道 什么 秦明皱着眉头 总部执事 决心是怎么做到的 执事仅仅只是比长老低了一级 而且还是丹药联盟总部的执事 这个地位可不低 绝无牙吃笑到他把神器炼丹顶献给了丹药联盟 所以丹药联盟才让他做执事 要不然 以他仅仅只是五王的修为 只有丹王的实力 怎么可能做到执事之位 真够果断的 他估计是害怕我找他报仇 所以才不顾一切的成为丹药联盟的执事 秦明有些纳闷了 我当时只是表象了五王的实力 他怎么会这么迫不及待地寻找庇护呢 秦明哪里知道 他在秘境中大开杀戒 一拳一个 早就下到了决心 又因为他是领悟了事的舞者 决心认为他迟早会成为五王 这才不得不加入丹药联盟寻找庇护 要不然 一个五王诚心想要杀他 哪怕躲在大厦都城也没有用处 不过 就算是他加入丹药联盟 以为我就杀不了他吗 他真是太天真了 我想杀他 除非他躲在五尊眼皮底下 否则一样是一个死 只不过 现在他在丹药联盟总部 我杀他 估计要费些功夫 秦明不屑道 绝无牙惊讶道 你怎么知道他在丹药联盟总部 你已经调查过他 哪里还用调查 以他胆小的性子 肯定是躲在丹药联盟不出来 秦明摆手道 他出秘境多久了 有什么动作 虽然表面上 秦明对决心非 长青是 但是在秦明心中 对决心无比的重视 他耐够把师父害得那么惨 自己还安然无恙 这就是一种本事 秦严师父 可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他只是丹田废了 才看不出五道实力怎么样 作为一个不依靠势力 独自把炼丹实力提升到丹王 这已经说明 他的五道实力和江湖经验了 而这样的人 却是被不起眼的徒弟给害了 可以想象决心 隐藏得有多深 这种人 说什么 秦明也不会轻视 有时候 一个人的实力 不一定是五道修为 他一出秘境 就加入了丹药联盟 还真是果决 绝无牙 都用果决两个字形容决心 可以想象 决心是何等的谨慎 要是换成秦明自己 有一个神器炼丹炉 是以后晋级丹王的基石 他说什么也不会放弃 决心可不是他 决心想要晋级武皇 最少要让丹道实力达到丹王 再用丹药去堆 才有可能把五道修为堆成武皇 决心的五道天赋有多差 秦明是见识过的 战斗都不敢 一心只想着逃跑 一出来就加入丹药联盟 决心和斑斓属友的一拼 到五王这个层次 已经不是灵根能够决定修炼资质了 更多的是心境高度和试的掌握程度 没有无穷无尽的丹药之称 决心这种性格 怎么可能成为武皇 先把决心放一放 先解决身家的事 秦明感觉决心棘手 打算先放弃杀他 先把身家的事解决了 丹武双决 第519章 身家的情报 之所以 要把决心的事放一放 倒不是决心的事不重要 而是相对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是身家 毕竟 决心只能躲在丹药联盟势力下 瑟瑟发抖 而身家现在 却是在威胁秦家 随时都有可能出手攻击秦家 这段时间 让暗影密切关注时辰身家 把身家的一切情报都收集好 秦明目光冰冷到 绝无哑点点一笑 说道 已经收集好了 秦家是我们暗影重点关注对象 而身家威胁了秦家的安全 我怎么可能不对他大力关注呢 只是 身家的武王强者有些多 根本不是我们话语宗能够对付的 所以才没有动手 已经收集好了 秦明笑道 不错 就应该重点关注秦家 把身家的情报跟我说说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抢劫秦家 在秦明心中 身家已经被他拉入黑名单 这家族消失 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而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身家消失的不那么明显 最好没有他的诡计 秦明可不会忘记 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敌人 神秘的蝎子势力 为了保护一张底牌 秦明愿意多费些心思 身家是石城的第一大家族 而第二大家族 生活在身家的羽翼下 明面上石城 是由两个家族掌控的 可两大家族之一的成家 其实就是身家的分支 他的存在 只是为了迷惑外人的眼睛而已 绝无牙不紧不慢地介绍着身家 哦 秦明诡异道 不是说 身家很八道吗 怎么还要树立一个家族 绝无牙想了想说到 可能是想要给自己树立一个敌人 也可能是为了石城的统治 毕竟 统治一个大城 多多少少都会有外界的压力 要是两个家族平分一座大城 这样的压力 就会小很多 秦明点了点头 他认为第二种可能更加大些 就像他们秦家 刚刚到陈阳城 也是有些不开眼的势力 想要占据陈阳城 被秦明像是杀鸡一样杀了之后 打这种心思的人 就少了很多 后来 他把武王级魔兽留在秦家 打这种心思的人 就更少了 这么说来 明面上身家只有13个武王 实际上有15个 秦明问道 绝无牙赞同道不错 不但如此 陈家可不简单哦 怎么不简单 秦明看向绝无牙 陈家其实是嫡系大长老建立的 和现在的家族意志不合 这样分开也是有好处 绝无牙道 本来按照身家的规矩 是力长不利诱的 可长子迟迟不进入武王之境 而次子 却是先一步进入武王之境 而且 次子 也就是现在身家的家主 很有心机 他直接联系以前身家的长老逼宫 最后 这家主之位 被他夺取 不知道后来怎么发展的 长子负气离家出走 十年之后 才回到石城 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武王之境了 而且是实力超强的武王之境 轻轻松松就击败了现任身家家主 绝无牙感叹道 单武双绝 第520章 陈家 秦冰了然 这种事 其实很正常 武道天赋是说不准的 有的武者武道天赋超强 可就是卡在一个境界上 突破不了 被后来则追上这很正常 甚至有武道天赋超强的武者 一辈子都突破不了 一直到死 白白浪费了好的武道天赋 这也是秦冰完美丹药 之所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 因为他对武道突破 有一定的帮助 虽然对武王 这个级别的突破帮助不多 可就算是有一点帮助 武者都渴求万分 后来呢 秦冰好奇问道 照理来说 应该是抢回家族之外 没有现任家族什么事了 怎么会分成两个家族呢 根据我的打探 因为现在的身家家主深点 很会笼络人心 长老们纷纷支持深点 继续担任家主之位 绝无牙笑道 十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 足够深点把家主之位坐稳 有时候 武力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利益往往有时候 比武力更加重要 长子抢不回他的家主之位 虽然在意料之外 也在情理之中 绝无牙继续到仪器之下 身家长子 身罗 改名为陈罗 直接在石城起了一个家族 想要证明 他也有能力经营好一个家族 并不比深点差 子子 秦明说道 这两个家族 还不打得不可开交 没有 绝无牙摇头道 深点不但没有攻打陈家 反而百般交好 不过 陈家家主陈罗 似乎还解不开心结 根本不理睬深点的嗜好 秦明恶意地揣测到深点 可能有什么别的用意 可不一定是真心交好陈家 很有这个可能 绝无牙点头道 放在现在 两个家族倒是不怎么来往 关系也不好 再怎么也是一个家族 估计他们看到这样 对两个家族都好 最关键的是 看到分成两个家族 对掌控时辰有利 所以才故意维持这样的局面吧 秦明低着头 猜测到 毕竟 两人的仇恨再大 也会因为家族的利益 而选择放下 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家族 就算是两个不同的家族 也会因为利益的关系 放下以前的恩怨 这太正常了 绝无牙对秦明的观点非常认同 真不知道 你脑袋是怎么长的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我是研究了好长时间才得出来 没有想到 你一听就全部明白了 有的时候 绝无牙真的认为 秦明是一个长者 要不然这么深的问题 一句话就点透了呢 两家虽然开始有矛盾 现在肯定也矛盾不小 但为了各自的家族 肯定不会让矛盾激化 就像以前陈阳城三大家族一样 都互相忌惮 又相互合作 要不是秦明史记 张家和屈家 才不会这么容易打起来 最大的可能是 两家相互妥协 共同占据陈阳城的利益 见得多了 自然就懂了 秦明不以为然道 这种事 他看的都不看了 绝无牙很想问问 你才二十多岁 怎么就见得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